把这个物件选取起来,把这个地方把它框选 选取起来了,按Enter 选完之后记得都要按Enter就对了 告诉他,我选好了 选好之后,选择一个基准点,我们以这个当成基准点 点一下 接下来特别注意 有个重点,下面这边有两个可以选的 C或R 那特别注意,这里的话,我们 要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R 为什么?就参考,输入R R,Enter 他会出现说 你要 这个参考的长度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输入 或者是你可以选给他,这里比较容易做错 指定参考长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要告诉他说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这边 点一下有没有 到这边 这两边呢 这个数字要是多少 新的数字要多少,你就输入多少呢 75 Enter 他就出刚刚好75 也就是说呢 你先告诉他你从哪边到哪边是旧的长度 然后再输入一个新的长度,他就会刚刚好符合你的长度 这边比较容易 我再做一次 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先 选择什么呢 比例 然后再把这个 他选取起来 按Enter 选取告诉他 就是这个 Enter 接下来的话 基准点我选择这个端点 任一个端点都可以 然后呢 这边输入 Enter 然后呢 指定参考长度 这比较容易错 记得是从这边 点到这边 好 他就会跳出一个指定新长度 有没有 所以就输入多少呢 75 Enter 就刚刚好 这非常好用 而且用得非常的广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如果说有个新的长度 你要指定的话 就可以用比例来做 比例来做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好了 记得重点就是 先画一个圆 这个圆的话你可以 给他指定大概30左右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